看看两旁的建筑以及整个街道的氛围 相信眼前观众朋友这么一看就知道 咱们这回来到了京都 那这里究竟是哪里呢 其实这里是花间小路 而且这花间小路大有来头 据说它是全日本最具名气的花街 据说在当年最繁华的时代 光是茶屋这里就有700多间 那另外包括这五季 一季多达3000多人 虽然今天已经不像过去这样的繁华 但是来到花间小路 你还是可以轻易地去感受到 这种老京都的味道 这回来到这 究竟可以挖掘出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其实说到这 有一样东西是我蛮想要 带着观众朋友去寻找的 究竟是什么呢 待会就知道 我看到了 看到一块碑 上面写的就是本能四季 那其实说到这个景点 这个城市中的一个亮点 来到这个之前我是非常期待 因为本能四 在我印象中怎么去认识它的呢 或许观众朋友会透过很多的漫画 包括可能是卡通 可能是电影电视剧 当然还有游戏 老实说可以 我很喜欢打电动 所以以前最早认识 本能四就是从电动里面去认识它 那本能四呢 跟一个历史人物肯定很有关系 就是知田信长 话说知田信长呢 当年啊 他要攻打敌人的时候 他派了这封城秀吉 以及明志光秀去攻打敌人 他呢就借属在这个本能四当中 但是没想到呢 由于他跟明志光秀这之间有嫌隙 明志光秀呢 带兵出发的时候 突然他又折返本能四 就是要来突击这个知田信长 那当时呢 知田信长知道明志光秀 就打了回来 他就大势已去 于是一把火就烧掉了本能四 并且自己传说中啊 他是在这场本能四之变当中 也自焚了 那其实说到京都呢 它真的是一个 很有味道的一个老城市 包括过去天皇住在这边 也有很多名人他们都住在这边 所以这座城市呢 其实你会发觉有很多名人的故居 或者是名人曾经在这边 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迹 所以呢 之后我们在城市里面 如果有看到呢 再跟观众朋友好好的分享 那现在时间呢 其实不早 待会呢 可能先去用个餐 因为今天晚上八点 咱们要参与一个非常特殊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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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后一天 所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议事 叫做五山送火 那送火呢 最主要就是要将亡灵 送往另外一个世界 那所以呢 在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去看到 这周遭有五座山 他们待会呢 就会亮起火光 那待会呢 咱们就来看看这 精彩的部分 云南盆节相当于 华人世界里的中年节 是在中国隋唐时期 传入日本的文化 此时日本各地 都会举行不同的庆典活动 而在京都举行的五山送火 又叫大文字节 与回忌 指缘忌 时代忌 合成京都四大形式 果然八点钟啊 第一个字出现了 它就是在我的正前方 出现就是一个大字 那其实呢 刚刚说五山送火嘛 有五座山 然后分别会冒出不洋的字样 第一座呢 就是这个大 第二座就是法根庙 第三个呢 就是传行 第四个还是一个大字 而第五个就是鸟居 这样圆圆看 真的是挺震撼的 看到了 在我左手边呢 出现另外一个大字啊 就是庙 虽然距离我们这边呢 非常的远 但是要够火搭建这个字呢 非常的大 所以当这火光燃起的时候 非常的醒目 尤其是在这深夜时分 那通常呢 够火烧完之后 它会有一些碳 那隔天的早上呢 民众他们就会上山 去拿这个碳 据说呢 带回去 有保平安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可以避邪哦 武神送火可说是最安静的庆典 没有绚烂的烟火 也没有盛大的游街活动 甚至连热闹的音乐也没有 因为这原本就是一场 与祖先安静对话的仪式 日本人相信 云南盆结迎接了祖先回家 武神送火则是点火 给祖先的灵魂一道门 希望祖先们可以借由这些火光 指引他们返回原来的地方 最后一个字呢 就是在最左边的部分 然后这样整套下来 也算是挺完整的 我们都亲眼去目睹了 而且参与其中 那其实我觉得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在城市里面穿梭 或者是我们会选择贴近大自然 去感受这个程序 它不一样的一种氛围 那偶而来参加这种传统的庆典 其实呢 这种热闹的气氛 也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 真的是挺好玩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来的刚刚好 看到这座门呢 就知道咱们的目的地到了 在我背后呢 就是仁王门了 那仁王门呢 是日本寺庙正门建筑的代表 也称山门 而且呢 很特别是啊 这清水寺的这仁王门呢 是特别壮观 所以相信观众朋友 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知道清水寺到了 那其实呢 来到清水寺 这回已经是第三回了 所以呢 感觉上相当的熟悉 那之前呢 前两次来到这儿 清水寺呢 也是带着一个 非常兴奋的一个心情 来拍拍照 因为清水寺呢 它非常美 而且还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憾 而这回咱们究竟能挖掘出 什么样不一样的清水寺呢 跟着我一起期待吧 走 这座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许建于公园778年 经过千年文化的洗礼 如今清水寺 因其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价值 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 而且这里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风情的美 因此清水寺也成了 每位来到京都的游客 必定会安排参观的景点 一般来说呢 进到寺庙里头 当然最主要就是拜拜 要么就是感受一下 这里的宗教文化的氛围 那另外呢 很多人来到这里呢 他会许下愿望 他也会求签 像是呢 在我眼前呢 这叫绘马 就是呢 民众来到这边 然后可能心目中有一些愿望 他会把它写在这板子上头 并且呢 把它挂在这绘马这个部分 然后希望呢 他们呢 都可以美梦成真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球签 那签这种东西啊 就是有时候 你在球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抽到了上场签 肯定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兴奋 你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但是如果你求的是下下签 怎么办呢 你会有那么一点沮丧 当地人呢 没关系 球到了下下签呢 你只要把它绑在 这个铁杆上面呢 就可以消灾解饿 沿着清水寺后方的山间小路走 我们来到观赏清水寺 最佳的观景点 因为从这里 可以将清水寺镇店 延伸出来的清水舞台 一览无遗 这座清水舞台 原本是表演舞乐 给菩萨观看用的场地 如今反而成了游客眼中 清水寺最耀眼的亮点 照背后呢 这是大名鼎鼎的清水舞台 那说到清水舞台呢 可以看到它搭建在一个 全崖峭壁上 这下头啊 其实往下那么一看啊 真的是会让人看得 有那么一点惊心动魄 但是在日本谚语里头呢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啊 从清水舞台上跳下去 这代表是什么 这个谚语啊 最主要讲的就是 一个人他下定决心 就是下定这种 破釜沉舟的决心 去做一件事情 那另外其实早在张户时代呢 有很多人啊 他们相信 如果你在清水舞台 许了愿望 跳下去 如果没死的话 那你的愿望 肯定会实现 很多人身心不疑 甚至很多人跑到这里来自杀 后来呢 这当地政府啊 当然严格禁止 这样的行为在发生 那再来清水舞台呢 后面的这位置啊 就是啊 这清水寺本堂的位置 里面供奉的是谁呢 就是牵手观音 那由于这是国宝奇的文物 所以呢 不能进去拍摄 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那其实这一趟呢 为什么来到这清水寺啊 当然除了它是名声古迹 它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产之外 就是呢 其实在这 有一个所谓的 西国三十三所观音灵场的 这样的一个巡礼 而在清水寺呢 这里是这三十三所 其中的第十六所 至于为什么有这三十三所 观音灵场的由来呢 待会呢 咱们找专家为大家来解答 这一趟来到清水寺啊 给我感觉很特别 因为我是带着满脑子的问题 来到这边 那很荣幸啊 就邀请到清水寺的职事 来为我们解惑 那最想要了解就是 有关于西国三三所观音灵场巡礼 它的由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国三十三所 今から1300年前に 奈良の長谷の特道商人という方が 半分亡くなった状態になりました 身体は暖かいけれども呼吸は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 なっておりました その長谷の特道商人が 延魔大王に亡くなりまして 延魔大王のところにまみえた時に 最近皆悪いことばかりするので できる限り生きている間で 観音様と縁を結び そして禅行を積むようにということで 観音様の33のお寺を回るように そのようなことを託されます 西国三十三所观音灵場 分布在大阪府 京都府 以及奈良縣 和各山縣 兵庫縣 滋賀縣 還有祈祝縣 雖然每座寺院都有編號 但進行巡礼的新途 並不一定要按著編號順序來參拜 不過最重要的是 到了每一座寺院後 一定要取得每個臨場獨有的保映 其實如果你要參與 西国三十三所觀音臨場 這樣的巡礼的話 建議觀眾朋友不妨買納金帖 這納金帖做什麼用的呢 就是你可以收集每個寺院 它們一個特殊的印 那咱們現在呢 收集到第一個 就是第十六的清水寺 好 謝謝 謝謝 這不是 這不是 謝謝 謝謝 哇 收集到第一次 而且非常的興奮哦 那可以其實剛剛在看的過程 你會發覺你所收集到的每一篇 肯定呢 都是獨一無二 因為呢 它們都是現場疼血的 而且非常的漂亮 肯定都是獨一無二的 離開清水寺不能原路返回 順著離寺的坡道往山下走 在清水舞台下方 有座被列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的 英語徒步 由左至右分別為求學業 戀愛以及健康長壽的泉水 遊客可依自己需求來此接水飲用 不過由於遊客太多 我們時間有限 只能錯過這次求運的機會了 剛剛呢 經過這條街 看到這家店覺得很特別 進去啊 當然我們買了糖 而這糖呢 很特別 先說說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地方呢 叫六道 那當地人深信啊 六道這個地方啊 它是人間跟黃泉的交界處 所以呢 在這兒有很多傳說的故事 方化呢 這家店啊 哇 這家店也算是啊 可以說是一家非常傳奇的店 先說這店的歷史啊 超過五百年 而且傳到現在呢 傳了是第二十代 那賣的是什麼呢 賣的就是這個糖 糖吃起來什麼味道呢 咱們先嘗嘗看 賣羊糖的味道 而且呢 這咬起來呢 是挺脆的 帶點微甜 然後有那麼一點點焦味 說實在話 吃在嘴裡呢 這感覺上 還挺舒服的 重點是 你還可以去感受到 那種深深的 母愛的味道 為什麼說這深深母愛的味道 其實說到這個糖呢 這是有一段故事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它店啊 這個糖 它說是 幽靈子玉姨 姨就是糖果的意思 為什麼跟這幽靈扯上關係呢 至於說 他們的祖輩 當初在開店的時候 在某一天的晚上 傍晚的時候 有年輕女子 來到這店裡面買糖 那當時呢 賣的這一包呢 就是一文錢 而且這女子呢 她是連續好幾天 都來買糖吃 那當時這店家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女孩子這麼喜歡吃這個糖 後來呢 過沒多久 在晚上酸錢的時候 突然發現這錢櫃裡面呢 本來應該都是這個銅板 但是突然多了幾片這個葉子 那這個葉子呢 其實在當時是用來祭拜的時候用的 所以她當下就覺得很奇怪 於是呢 在隔天的時候 這年輕女子在傍晚的時候 她固定時間 她就出現了 同樣到這家店來買糖吃 那店家呢 心裡面就覺得怪怪的嘛 所以女孩子走出去 她就跟在後頭 看看她究竟要走到哪裡 沒想到走著走著 竟然跟到了墓地裡頭 然後年輕女子呢 突然消失了 但是她突然聽到 在墓地裡面傳出英文的哭聲 當時她嚇壞了 可以說傻得是連滾帶爬 趕快急急忙忙的回到家 但是回到家 她越想越不對 於是呢 她找了寺廟住室在隔天 就回到這墓地 要來一探究竟 沒想到在墓地裡頭 發現了活生生的嬰兒 所以其實後人的解讀 就是說應該是媽媽 因為在過世的時候 懷了孩子 然後媽媽雖然過世了 但孩子呢 這還是活著 然後每天她都會來這邊 買糖回去 來養這個小朋友 所以這故事聽起來 其實還挺有本來的 那咱們呢 當然也來到這邊 買買糖果 吃吃糖 聽聽故事 說說故事 好 看看後面的招牌呢 寫著青嘴寺 另外呢 上頭呢還寫著是 六波羅蜜寺 現在呢 咱們就要前往六波羅蜜寺 在那個方向 走 話說這家店的老闆 被這個幽靈母親的行為感動 於是將小嬰兒 帶回家裡撫養 之後這個小孩子 又被寺院領養 長大後 還成了一名得道高僧 也算為這個感人故事 留下一段佳話 咱們現在已經進到了 六波羅蜜寺裡頭了 那說到六波羅蜜寺呢 它也是大有來頭 它是西國三所觀音林場之一 排行呢 就是第十七號 那這個寺廟呢很特別 其實呢 它在十二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 那當時呢 是五世一族平家人 他們呢 就聚首這個區域 那當時他們的權力 可以說是鼎盛一時 在最鼎盛的時候 這一帶一共有超過五千兩百間的宅邸 但是後來呢 這平家勢力勢威了 經過戰火的這個摧殘呢 這些府宅呢 也全部複製一具 但是所幸六波羅蜜寺呢 它的本堂呢 其實還倖存了下來 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樣貌 它依然完好 那進道裡頭呢 很好玩 我們可以看到眼前有一個 遺院石 那為什麼叫做遺院石呢 顧名思義來到這 你可以許下一個心願 那怎麼樣許願呢 當然在你許願過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輪上面呢 有個金字 以這金字呢 為主 我們就是這樣子 讓它繞三圈 轉三圈 OK 那你的願望就會實現 那另外呢 這六波羅蜜寺裡面呢 供奉的主持人是誰呢 其實要供奉的 就是這十一面觀音 那只是呢 這十一面觀音呢 它也算是 國家級的重要文物 它們是平時是不公開的 但是呢 據說這十一面觀音呢 它長的 就跟身旁這觀音呢 是差不多的 那咱們呢 到裡頭去看看 走 2012年一部日本大合劇 平清盛 將平清盛的一生 完整演繹出來 因此六波羅蜜寺 也成了平家粉絲造訪京都徐 一定會參拜的景點 除此之外 求財運的人 也會來到六波羅蜜寺參拜 但拜的不是主店的十一面觀音 而是偏店裡的財神 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前方啊 就是有幾尊神像 上頭這一尊呢 就是不動名皇 包括這石頭 它刻畫這成像也是不動名皇 旁邊寫著水掛不動尊 水掛兩個字呢 就代表的是潑水的意思 然後呢 這不動尊指的 就是上面 以及這石像 它指的就是不動名皇 那不動名皇 對當地人來說 就代表的是守護神 他們藉由潑水達到祈福 這樣的一個儀式 其實仔細想一想 跟我們之前在緬甸 遇到這玉佛節這個含義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這樣的習俗呢 不僅僅是在京都 包括在日本其他地方 大阪或其他的城市 其實都是有這樣祈福的儀式 不過呢 比較特別的其實是在旁邊 這個呢 上面寫的是 錢喜變財天 那說到這個變財天呢 這尊女神呢 她是祈福神之一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祈福神當中她唯一的女神 源自於印度 代表的是跟錢有關的一個女神 那另外很多人呢 當然除了這個求錢財之外 還有求才藝 求語言求智慧 都會來拜拜她 那這裡呢 有一種很特別的 一種祈福的儀式 怎麼樣特別呢 就是首先 你要先拿出錢來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頭 有很多的竹籠 你就把錢放到竹籠裡面 然後接著呢 就搖水 向前淋三次 一二三 OK 那這錢呢 淋了之後呢 當然是把它弄乾之後 放在御手袋裡頭 然後隨身攜帶 有人說呢 你要跟純摺放在一塊 那這樣子 就會具有這個求才的妙用 日本自有了西國三十三所 觀音名場巡禮後 也衍生出各種祈福 巡禮路線 像變才天所屬的祈福神 也有參拜京都七座寺廟神社的 都祈福神巡禮 也同樣可以收集不同寺院 獨有的寶印 不過我們這次來到六波羅密寺 主要還是收集西國三十三所 觀音臨場的寶印 好的 咱們又收集到了一個 而且呢 又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寶印 其實剛剛在看它 騰寫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反倒是滿享受的 享受呢 就很像是我們在看一個畫家 在作畫一般 果然寫出來 真的是一幅藝術品 離開六波羅密寺後 緊接著我們前往京都市中心的 中京區 因為在這裡 有座被城市建築包圍 像是個深藏不露 大隱於潮的高僧駐足的寺院 咱們終於到了 這個地方叫做六角堂 那說到六角堂 它正式的名稱叫做 紫雲山頂法寺 之前我們參觀了清水寺 也去了六波羅密寺 那這兩個寺廟呢 分別是33所臨場的 16號以及17號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六角堂 它是第18號 那究竟為什麼它叫做六角堂 這旁邊呢 有一座大樓 咱們呢登上大樓 待會呢 再跟觀眾朋友細說分明 帶來觀眾朋友呢 來到隔壁的大樓 最主要就是希望把這個六角堂 看個仔細 為什麼叫六角堂呢 從上頭往下看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本堂的位置呈現的 就是屋頂是六角形 那當初為什麼 要把它建造六角形 這肯定是有原因的 六角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六根 那六根就是 那為什麼要把這六根 修成六個角 最主要的就是 希望人們來到這邊修行 可以把它六根修得圓滿 自然六根就會清淨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六角堂的存在呢 相傳過去聖德太子 他來到了這個地方 來到這邊做什麼呢 他最主要就是要來尋找 建造四天王寺所需要的這些木材 那個時候來到這邊已經晚了 他就在這邊住了一個晚上 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就做夢夢到觀世音菩薩托夢給他 要他呢 來這邊建造一個六角的佛堂 於是他就建了這六角堂 那接下來呢 帶觀眾朋友就進到六角堂裡面 去聽聽這佛堂裡面的故事 走 一走進六角堂呢 在我眼前啊 就有一棵柳樹 不要小看就柳樹了 這柳樹可大有來頭 仔細一看 你會發覺這柳樹啊 它這個柳條柳枝 都結了一些紙張 那這紙張呢 簡單來說 這是詩籤 那為什麼會結這樣的紙張呢 其實他們求的就是姻緣 為什麼這柳樹它可以求姻緣呢 其實最主要是過去是有一段故事的 什麼樣的故事呢 相傳啊 這個戳的天王 它就是在這柳樹下 跟它日後的皇后相遇 所以呢 很多人來到這就是要求姻緣 不過它求姻緣的方式也很特別 什麼樣的特別法呢 它就是要把這兩條的柳枝結在一塊 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成雙成對 而在柳樹旁呢 還有另外一處亮點啊 就是在我眼前的肚臍石 那為什麼這石頭叫肚臍石呢 當然首先看一看它形狀 就很像肚臍葉 那重點呢 就是過去啊 其實這肚臍石上頭呢 是有一根柱子的 就是寺廟的一個柱 而這柱呢 剛好插在整個京都的中央 我們知道呢 這個人體啊 這個中心點位置呢 一般來說就是在肚臍葉 而這個剛好啊 就是在整個城市中央 所以呢 當這柱子拿起來的時候 這石頭有人就把它稱為是肚臍石 非常有趣 而這個六角堂裡頭呢 除了柳樹以及肚臍石之外呢 另外還有幾處亮點 現在帶著觀眾朋友 繼續一探究竟 六角堂供奉的是如意倫觀音 是保佑長命百歲的神明 因此信徒多是來此 祈求身體健康平安 此外六角堂也有不少歷史遺跡 像是聖德太子曾沐浴過的水池 不過最吸引目光的 還是一尊尊的小石像 其實繞了這六角堂呢 你會發覺它這六角堂 範圍並不是很大 但是呢 你會發覺它是一樹一石 處處都是驚喜 包括其實剛剛進來 我覺得挺納悶的 就是走進來 這裡供奉的是觀神音菩薩 但是這一旁 看到也供奉了很多的石像 他們是在供奉什麼 這是一個光阿姨 那麼雖然是由得來讓參與 一定要跟 Edge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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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地藏菩萨在日本 不只是孩童的守護神 也是旅行者的保護神 因此日本寺院内 大多会有地藏菩萨的身影 而且地藏菩萨的塑像 也常立于十字路口或岔路口 其实可以我很喜欢 进到这样的寺庙里头 尤其在京都 这里有很多寺庙 它就隐身在这巷弄中 感觉上就带有 那么一点点的神秘感 而且尽管有些寺庙 它非常的小 它规模并不大 但是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听 另外其实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观察到这寺庙里面 有种动物特别多 什么样动物呢 其实就是这里的鸽子挺多的 所以这里另外有一种祈福的方式 也蛮特别的 就是他们会拿着一尊小小的鸽子 然后就用它来祈福 但怎么样祈福呢 怎么做 把它翻开 我们发觉它后面有一张贴纸 贴纸撕开里面其实是有个洞 那我们要把自己的愿望 我们要求的事情就是把它写在纸条上 把它卷成一个长条状 然后塞到这洞里面 嘴巴给封起来 放在寺庙旁供奉着 这么一来 我相信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身处繁华市中心的六角堂 有着仪式独立的低调美感 宁静的氛围也可让女人 再次寻求短暂的心灵平静 在取得六角堂西国33所 欢迎临场的宝应后 也结束了我们今天在京都市的行程 一早我们开车自驾离开京都市 约两个半小时后 我们来到同属京都府的五鹤市 看到这样景色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离开京都市区 咱们第一站来到的是五鹤市 来到五鹤市的第一站 咱们上的就是五老月 因为这是一个制高点 说到五老月 它的地理位置也相当特别 它刚好就位在整个五鹤市的中心点位置 说说这五鹤市其实在东边 它过去就发展成军港 它的西边是它的工业及商业的中心 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发展成军港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海湾 这样的一个地形是曲曲折折的 而且中间坐落了几座的岛屿 达到一个一手南宫的功效 而且曾经有日本人将这五鹤湾 评选为是近期白景的第一名 可见它的地位在日本人心中 占有一定的分量 而在一旁还有一个天空之塔 咱们登高望远嘛 就上天空之塔 带观众朋友好好看个仔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台湾花莲有个地方叫五鹤 同样在日本的五鹤知名度也不高 但五鹤绝对是一个被低估观光价值的地方 因为光从五老月公园看到的景色 就很值回票价 但我们推荐一定要登上325公尺高的天空塔 五鹤湾的美景才会尽手眼底 我们现在上到了天空之塔 观众朋友或许会听到一些些的风声 因为这塔的顶楼确实风声比较大 观众或许很纳闷 上天空之塔 怎么会在人家的顶楼上拍摄 当然我们是经过塔方人员的同意 刻意让我们到屋顶来捕捉最美的画面 其实上到天空之塔 你可以把整个五鹤市 360度无死角看得非常地仔细 对我来说 我觉得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 我觉得非常地迷人 迷人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在于它的色彩 绿意盎然因为它全部都是山 再来它有迷人的蔚蓝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海 整个城市的轮廓也非常地美 美在哪里 首先看看它的山体 它树木非常地茂盛 把整个山体修饰得特别地圆润 感觉上这里的山格外地平易近人 也让整个城市立体化了许多 另外五鹤湾 它曲折的海湾 也为这座城市的轮廓 更增添迷人的多变 所以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地漂亮 除此之外拉到这儿 咱们究竟要从哪里看起呢 其实上到塔上面 比起下面这样的一个角度 真的是可以把它整个港口 港湾的环境看得非常仔细 一边是军港 另外一边是商用港 然后待会儿咱们就要到军港 去看一个新的景点 究竟是什么景点呢 卖个关子 待会儿观众就会知道了 我们现在进到了红砖公园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红砖公园呢 其实说到红砖公园呢 最主要就是在这公园里面 有很多红砖建筑 而且这个公园 它算是一个非常新的景点 它是2012年才开放参观 那说到这里有很多红砖建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砖建筑呢 最主要在1901年的时候 日本海军在这里 设立了一个海军基地 那这个海军基地呢 为了军需 所以它造了很多红砖的建筑 那在北溪地区呢 这一共是有12栋这样的红砖建筑 其中有三栋呢 是国家馆的 另外呢 有五栋是开放可以参观 并且呢 不定时的会举办一些文化展览 那另外的四栋跑哪里去呢 另外四栋呢 到现在还是海上自卫队在使用 这地方我倒觉得 其实挺适合拍照的 红砖公园有着浓浓的怀旧风 时代特色的建筑 也吸引不少日本电影 来此取景拍摄 一旁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会在周末及假日时 开放军舰供民众参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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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尝尝看 其实可以我呢 特别喜欢吃咖喱 那说到咖喱呢 这里的咖喱啊 它的味道也挺特别的 那首先呢 它汤头非常的浓郁 所以吃到嘴里面呢 你会发觉在不仅味道浓郁之外 它口感是非常绵密 它的酱汁非常的稠 而且里头啊 这味道真的还挺香的 吃到嘴里面 或者翻一块吹 恰到好处 很好吃 很好吃 那说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吃这个咖喱饭呢 这旁边呢 全部都是红砖建筑嘛 因为我们在这个红砖公园里头 那其实这个咖喱呢 它大有来头 它叫做海军咖喱 那为什么叫做海军咖喱呢 那肯定啊 跟海军是有一段渊源 据说呢 在1905年的时候呢 爆发了日俄战争 那那个时候呢 日本海军呢 因为在长期在海上作战 那所以呢 他们常常呢 就是遇到的问题 饮食不均匀 导致呢 当时船上有三成以上的士兵呢 他们呢 都爆发所谓的狡气病 那当然 士兵生病了 怎么作战 那还得了 这肯定要想办法去解决 后来发觉呢 英国皇家海军呢 都吃着咖喱饭 那咖喱面呢 就是含有蔬菜 有肉类 所以呢 是较为营养的 就可以解决他们只吃白米 这样的一个困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他们也开始吃着咖喱饭 那另外呢 由于长期在海上 所以呢 如果在海上的时候 你也常常啊 过到过来 不是今天是礼拜几 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礼拜五的时间 都会让士兵来吃着咖喱饭 那一方面也是啊 换取他们就是时间的概念 所以吃这个海军咖喱呢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重点是呢 这个传统到现在 依然存在 他们海上自慧队 每到礼拜五 一样要吃咖喱饭 这回咱们来到的是 武贺市的松鬼寺 那说到松鬼寺呢 其实它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访 首先我们说说 它供奉的主神 它的主分很特别 它供奉的是 码头观音 那说到这个观众朋友 或许很纳闷 为什么叫码头观音 难不成呢 这个观音 它的头像是个码头吗 其实不然 据说呢 这个观音像呢 它一样是圆面 只不过呢 它头上是多了一个码头 那我们说到码呢 我们知道它会低头吃草 吃到这些杂草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是去除烦恼 所以有烦恼的人 肯定可以来拜上一拜 另外呢 我们说到这码 在过去 它其实跟农业有关 肯定也是跟交通有关 所以现代人呢 只要是跟交通有关的问题 或者是农业有关的问题 他们同样 是会来这边 来祭拜这码头观音 那其实这趟来到 宋伟寺给我感觉 其实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清水寺 去了六角堂 去了六布洛蜜寺 他们呢 都是隐身在这市区里头 巷弄间 但是呢 它这里呢 它可是隐身在这深山里 所以进到这里面呢 反倒是有一种 古意昂然的感觉 那另外呢 说到宋伟寺 它同样是 三所观音临场之一 它代表的是第29号 所以待会呢 拜了观音之后 咱们别忘了 要盖盖宝丽 未处偏远的宋伟寺 可能因为交通不方便的原因 来此的游客信徒并不多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宋伟寺一直保持着古葡 原始的样貌 极具历史价值 除了这些建筑物外 我们也有幸进入 宋伟寺的宝物库 一窥寺院里的珍宝 我们现在进到一个 相当特别的一个空间里头 其实刚进宋伟寺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纳闷 因为呢 在人王门前呢 你会发觉 这人王门旁边的 就人王巷跑去哪里了 因为呢 他们用的就是用这个 一张画来替代 但是呢 其实它原本的人王巷 就是保存在这 因为呢 其实这两尊年代九月 相传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 这样看过去 确实叙叙容身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他们身上 都还有这历史斑驳的痕迹 挺有味道的 除了这两尊人王巷外 寺里的另一项珍宝 就是六个有着佛容的面具 这些面具 只有在每年五月八日 举行佛舞宗教仪式时 才得以所见 是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 同样的我们 在参观完松尾寺后 取得松尾寺西国三十三所 观音临城的保应 才真正结束 我们在松尾寺的行程 现在呢 咱们要来吃海蝉 真的非常热闹 其实这个地方 是哪里呢 这是武鹤港的海鲜市场 那当然说到武鹤港呢 其实在当地肯定是赫赫有名 因为它算是整个京都府 漁货量最多的地方 吃海蝉 来到这边肯定是应有尽有 当然只要你季节对了 通常你都会去吃到 你想要吃的海蝉 那怎么进到这个海蝉呢 为什么要来这边吃啊 当然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个海鲜市场呢 它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新鲜 再来也绝对比一般的餐厅 要来的便宜许多 好我们来选一选我们要吃什么 其实这摊位我看到几样东西 蛮想吃的 看到这个干贝 超级大 点个这个干贝 然后吃个章鱼 这座海鲜市场 是日本海沿岸最大的海鲜市场 旅客可以在这买了海鲜后 郊游店家免费烹调享用 也有不少已是熟食的 可以直接现场吃 总之在这里吃到的绝对是新鲜 看看这生蚝 好大 超大的 所以这东西是生吃的 我来选一个 选一个 OK OK 好大的生蚝这么大个 OK OK 而且一千块钱而已哦 超便宜的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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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说句老实话 这生蚝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因为像这样的大小 如果在台湾吃的话 一个大概就要400多块钱 但是呢 这里折合台币 大概是270块 好啦 刚刚其实一轮这样下来 也点了不少东西 所以待会找个地方做 然后咱们 就要开始 8块肚子 特别叮咛观众朋友 这里的营业时间 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 另外星期三是公休日 可千万记住 不要扑了个空 开动了 开动了 会发觉呢 我笑得特别灿烂 那其实呢 我很喜欢吃海鲜 然后呢 其实东西摆在我桌前呢 哇 早就已经是十字大洞 先从哪里开始吃起呢 咱们仙桃干贝取起 哇 这干贝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刚刚呢 是用BBQ的方式啊 它是用烤 然后再加一些酱菌 感觉得出啊 哇 真的是蛮饱满的 瞧瞧看 嗯 太美味了 先说说干贝好了 由于它非常的饱满 而且呢 非常的扎实 所以呢 你必须多咬几口 但是呢 这干贝 它会让你爱上整个咀嚼的过程 因为呢 每咬一口 它鲜甜的滋味呢 就往上提升了一层 另外呢 这生蚝真的是大的惊人 好 再挤一些柠檬给上头 然后接着呢 把它搓一搓 然后 超大的 一整个吃到嘴巴里 嗯 嗯 四个自形容 鲜甜 多汁 完全 没有腥味 所以这里的海产 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好了 接下来不要浪费 咱们就把它给客观光 这一顿吃下来 我总共花了2650日币 和台并大概740元左右 算起来真的是物超所局 所以来到京都 想吃新鲜美味的海产 花个两小时左右时间 来到五鹤海鲜市场 准没错 下一集 我们将沿着日本海 近南山鹰海岸地质公园的 各种奇妙风貌 好 来 五 四 三 走 走 要制造这六角坪呢 为什么叫做 台湾的六角堂 六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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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拍剧照 好 所以我们要看哪个方向 好 看哪个方向 差点回到我 對不起 小心一点 要不要小心 好 就这么想 然后咧 所以楼上只有这样的位置 为什么要放那个啊 那上去 它们四个怎么站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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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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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的欢迎 有没有推软 来来来 有没有推软 有了 帮你拍手 你看 有没有推软 不会不会 刚刚脚包上去就说 哎呦 哎呦 人家这么窄 然后 不敢拍手 不敢拍手 不敢拍手